在爱中普连十字民宅梯间 嘴泥墙壁承受不住 破了个大洞 裂缝从两侧蔓延 就连厕所内的瓷砖也掉了好几块 砸下来碎成好几片 当夏天摇地洞把住户全吓坏了 第一次 第一次 对之前都只是小裂痕了 全部都吓一跳 我们都尖叫泡出去 地震来的突然 让住户处所不及 墙壁军裂瓷砖掉落 就连窝顶的水塔管线也被震破 屋内产烟 不少物品被炮烂 这都要打到 整个里面都打 水塔管线都吓到 对啊 这是屋里的 整个都在水塔管线 常常摆桌以外 一时开始 一直摇放 旁边很大声 我们这里回来 结果电视也都要塌下来 障碍中普二七号下午 两点十九分开始 一直到二十八号的凌晨四点二十八分 一连发生十起 规模三以上的地震 最大震度有四点九 连续地震 除了造成中普村 一整排透天措出现军裂之外 还有三户出现水平裂痕 都战略围楼 劝导住户撤离 而龙心玉米 还有龙门复收等村落 也传出零星灾情 其中龙门活动中心的女儿墙 倒塌 建材散落一地 而底下停放的一部轿车 也被砸中 还好目前嘉义连石症 只有房屋受损 没有人员传出受困受伤 薄熙上属地震中心也表示 这次主要地震 是在东部板块挤压 与能量蓄蓄 在西部释放 不排除有群震的可能性 未来一周还需要留意 可能会有规模四左右的余震发生 级别新闻 季健亨 嘉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